你的贵人在哪个方位最容易出现呢 其实贵人方的话 我们要看出生年尾数 例如民国出生年是 这样的话 你的贵人方在东北方跟西南方 那决宋布局的地方呢 然后你可以摆 有牛有羊的摆饰 也代表说牛跟羊 不是你贵人 所以他在audition的时候 问一下那个与好关数什么 梳妆凯酥酥酿已久的下期 竟让子女的病情不见好转 到底该怎么化解呢 吃包裁呢 他本来说生病的问题也太大 真的 而且他就是他们健康状况 家族病学的糖尿病要打一道素 很小的时候他那个人就是 拿着针在 因为新银性糖尿病就可以生病了 毁托人的家原本是两户打糕 和爸妈分担住 而现在又把它隔起来 究竟打糕乌乌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这件事我都没有在意 因为我只觉得说影音圈 现在真的好多好事进了 因为很多要结婚 然后又有很多怀孕 我真的没有必定单餐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生人 所以是跟这个贾靖文嘛 跟修杰凯 而且修权整个过 然后罗美琳跟Terry 对 非常好 对 然后就修杰凯跟贾靖文嘛 然后还有Terry跟罗美琳 这样子 反观想一下 对 我听起来还算很多 对 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 他也是即将那年不要结婚 有吗 老师 你要结婚了 老师 你要结婚了 不是不是 老师 老师还少了 你音乐还没到是不是 还没 老师带了 等一下 你不要去我怀疑了是不是 结婚来的那位子上飞掉了 你应该不加入我应该是有点冷静的 你会这样 谁跟谁 阿妹老师 阿妹 对 对 即将她结婚了 那因为她们到现在这个家 等于她的主厨 她也不知道是 主厨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呀 从小找到家 对呀 她的主厨 所以她不知道说 适不适合 娶新娘进房 结婚了 所以说她想要把女人当私房 对 不知道是不是 其实呢 今天来了解她们这样的风陪之外 因为今天好事进了嘛 其实好事呢 也要有贵人来牵线 其实是贵人 对 我是大家贵人 所以要说今天很好设话 哎呀 好天 赶快当自己打广告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大家 就是说 节目会告诉大家 你的贵人在哪里 其实可能说很多事情 我们要示范功倍的话 一定要贵人帮忙 真的 贵人的方式 她进房子 贵人在 写错了 在为 对 在哪里 没错 所以今天才教大家如何判断 贵人在你的风水的哪个方位 所以她是固定的 不是说直接有经历 对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一直去找 就会找到贵人 没错 跟你的本命是一样的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穿得上新娘一样的 为什么 就是现在想走动 比较 比较 随时想嫁 这样 好 看一下 要到人家再夸 好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好 恭喜阿贝老师即将要结婚了 大家可别看她常在舞台上 散发男子汉气息 私底下的她却是十分的柔和 这样的好好先生 也获得未婚妻的青睐 而这一间陪她住了十一年的老房子 也将摇身一变成新房 究竟该怎么装修 才能够在风水上面占上风呢 SIM SIM 嗨阿贝老师 嗨 嗨 谢谢 不行 可是让我把人放在这儿头 我就觉得好逆感 就是很逆感 就是很逆感 只是不小心 只是不小心 碰到今天火苗 我就会一直小心 那个逆感 我以为是身衣 那样也是有种风火的感觉 你要别会认 对 可不可以 我想不开 我不想八岁 哇 哪個都不該做 你38歲了 你臉看不出來 但是頭髮看不出來 頭髮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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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那所以想看一下 這是你住幾年的房子 我住從高中二年級做起 大概六十年 我沒有比我爸 好 所以你這房子想要看一下說 可不可以爬過就變成天堡 那你自己住在那邊的感覺怎麼樣 希望說可以再更好 希望的 一定要的 對 老師上班囉 今天老師要來救他 所以希望看到風水 看不會像新房 會有新的好運 雖然是老財 但是也要翻新一下 那從他門口 要進去看之前 已經看到他的門口 直接就要一個鞋子 很多 你去很多這樣嗎 一定要開去放錢 可是我們常常講 就是口測我們 口測我們一直會說 你的鞋子除外 對 你完全沒有一個門 可以把它擋住 可是我們穿鞋子 一定都會有一個氣味 對 那一打開門就是晦氣 代表什麼 你的工作上貴人運 容易受到主愛 而且是陽台 就是事業的舞台 也代表男主人 代表男主人 健康運 如果你要做事業 你的精氣神一定要好 可是一進去晦氣的話 可是說你的思慮 思考都會不周全 不清楚 所以腦袋也就是有一點 空空的 然後沒有目標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那鞋子是要怎樣 鞋子的話其實 當然鞋櫃是一定要放的 可是一定要有門 有門 對 或者說你甚至你一進門 就放一些像擴香品 或是一進門就聞到這種香氣的話 貴人運都會增加 所以就是你鞋子可能稍微有門的鞋櫃去收 沒有裝的就是整個鞋櫃 沒有 對 但其實它這個電訊呢 放的鞋櫃呢 雖然只是沒有門的缺點 形成一個口臭感 但是呢 它放的鞋櫃也是正確的 如果它不放鞋櫃的話呢 就會形成一個一鍵穿心的格局 因為它那邊有窗戶 對窗戶 打開大門就看到窗戶 一鍵穿心 那一鍵穿心呢 也就是一個打破才的象徵 錢還沒有賺到 就要先流出去了 所以至少啊 就可以幫它守住 對 鞋窩能夠守殘 對啊 你又開銷會更大 這是你自己一個人說的 我跟我哥哥的小孩 所以我姊姊跟子女 我哥哥在上海 什麼意思 所以你在幫他顧小孩 沒有幫他顧小孩 因為他小孩就比較大的 現在都高中 高中所以比較獨立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就跟叔叔顧在一起 因為本來是我哥跟我爸小孩 就住在這邊 然後之後我爸上台的公司 就被我們他在管 然後跟我們家 跟我另外一個小男生 就自己在那邊 你是客廳應該有人 你晚上會坐在這裡 聊天看電視嗎 基本上應該不是今天 各位要來看的話 我平常在家裡 待個時間 你知道嗎 就是大概五六個鐘頭 然後就是五六個鐘頭 帶著住 因為你的房間 你的客廳 本來就很不好的 對 而且他客廳白色整個都錯了 那或是因為他自己 客廳這樣的格局 變成他的家裡 沒有參與嗎 其實應該是說 他整個客廳的格局 因為客廳就是男主人的事業運 那你看他客廳的白色 是完全錯的 其實你看他這邊後面 就當有貝瑞大門 對 其實這樣第一個 坐起來沒有安全感 第二個我們常講的 就是范小英格 然後他的電視的地方 我們講左青龍跟右白骨 他的門口是開在虎邊 所以呢 門口開虎邊 表示說家裡的男主人的地位 已經沒有這麼的好了 然後呢 他的主位呢 又是被打門 所以呢 如果男生的事業運 確實比較容易受到主案 所以他應該要對調是不是 要對調過來 會比較厲害 那你說門呢 門也要換嗎 門的話就 門的話沒辦法 因為這個是完全的格局 就這樣定了 沒有啊 我第一次是說 因為他現在是開這一邊當主人 對 他如果改開這一邊 會不會比較好 可是那邊的話 因為他要畫一件穿鞋 放了鞋櫃啊 放了鞋櫃 所以我們還會趕在這邊 對 只是說我們的主位呢 要到這邊一個靠山 不要背門 嗯 那自然這樣的話呢 龍虎人就會相得印象 了解 嗯 為什麼要放他 唉 我想說了 我覺得他是年輕人的想法吧 我覺得他可不會 已經出38歲 還這樣 因為他就是 覺得年輕啊 對 我現在真的只有年輕人 才會把冰箱放在外面 哈哈哈哈 很奇妙對不對 真的啊 你的露台前報跑到哪裡 因為你冰箱是放在客廳啊 對啊 所以冰箱是不可以放在客廳啊 所以冰箱是不可以放在客廳 就是至少一般人 都會把它藏起來 對 可是真的很多年輕人 他都會覺得冰箱很方便啊 就是我在這邊打電腦 然後拿東西就很棒 這比較像是一種 独居老人 或宅男的一種做法 独居老人 又有點慘耶 對 其實冰箱 像我們一詞的秘密來講喔 他就是一個彩庫 因為彩庫放到客廳來講的話 就是肉彩嘛 所以一進門就想要吃 一進門想要享受 想要花錢 所以你的賤財就莫名其妙 要花飛出去了 然後親友之間呢 來到你家 你看到你的彩庫 所以你的賤財是共享的 並不是你個人的所有 所去存得住的 所以呢 像這樣冰箱放到客廳呢 就是我們講 錢財共享 彩庫外肉 存不住錢 那我想起來喔 難怪大家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自己就主動做錢 而且你是不是會負擔很多家裡的一些費用 家裡的倒還好 可是就是朋友的這個部分的話 他們會覺得 喔 他應該會付錢這樣 真的 我們要回去把冰箱丟掉 再也不用冰箱 哈哈哈哈 可以送來問家嗎 客家人可以寫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要如何花錢 開門進冰箱的問題 如果在你不走的情況下 我們在冰箱門上面 可以貼日清筒筋 也可以是幫助你化解教育 他有貼東西喔 他有貼 他有貼很多的食品 虛紋貼片 哈囉 天天 哈囉 那老師他這個如果 因為我這樣子看 稍微晃一下 他好像沒地方放耶 他如果隔一個板子 其實他原本可以把它放到廚房 或是再迷滅一點 像他這個靜門鞋對角 剛好這個叫明材味 對 他明材味放冰箱 確實是錢才可以入庫 但是呢 因為冰箱很怪洞出來 所以如果空間學渴的話 你可以這邊做一個小提風 把冰箱擋住 你還是可以放到原來的位置 那等於說錢才還是可以入庫 那這樣的話 也不會說你進門 然後就看到冰箱 或看到後面的門這樣子 那老師如果說 做一個很大的櫃子吧 冰箱放在裡面 你覺得這樣 其實你家的空間不大 我是不建議就是說 你做太多的櫃子 就是你的隔板 就用薄薄的一片就可以了 老師在講 你有沒有在聽呢 相信觀眾朋友都曉得 門口擺放開放式鞋櫃 以及沙發背門 都容易毀壞男主人的實驗運 這對已經要結婚的阿飛老師來說 可是一大打擊 最好換個有門的鞋櫃 並且把沙發和電視對掉 婚後採用穩定的生活 好 他們有在上香 當然有 好 香有在客位 你看 因為我們也節目講過很多次 就是 佛桌神座旁邊 沒有人亂堆東西 對 好看 是不是 你這邊是堆很多東西 對 堆太多了 然後跟佛祖說 對不起 好 謝謝 老師 你可以再提 再提醒他一次 可以啊 其實像佛桌 就是家裡的小羊仔 其實如果家裡有共佛的話 或擺神明的話 你要記得 小羊仔意思就是說 佛桌的風水 它就會象徵每一個家裡的運勢 如果佛桌風水不好 家裡的運勢也會更得不好 那你看喔 以佛桌的書法點來看 它的左邊 這邊是右邊嘛 所以它是虎邊 所以虎邊非常的亂 虎邊亂的話 再有家裡的女生 感情不容易融洽 如果有姊姊或媽媽 等等的感情 就容易會出一點問題 你是說他們自己家人 自己家人就會先亂了 對 然後又加上一個 那個虎邊有個壁刀 去笑他的那個佛桌的部分 那會怎樣 那老師 這個節目有沒有把它化解 怎麼了嗎 因為我家裡剛好有點小小爭執 真的小爭執 怎麼了 沒有就是想說 要如何避免啊 其實如果說有這樣的狀況 可以高符合的話 我們要把佛桌 首先兩個步驟 一定要弄好 普遍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清乾淨 不要堆那麼多雜物 縱使要堆雜物 也要把它收到櫃子裡面 因為這樣家裡看起來 不會這麼雜亂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因為壁刀沒辦法清走嘛 那我們就可以在壁刀旁邊 像你有放一個這樣的 一個花瓶或葫蘆瓶 你可以放大一點的 然後如果是花瓶的話 盡量要插花 如果沒有花的話 你就裡面要丟錢壁 不要堆這種雜物 對 那其實放葫蘆瓶或花瓶 可能也可以畫起這個壁刀對神作的遺像 是喔 然後我有發現 他的那個祖先排位 因為我們不是每次都說 要預留那個空間嗎 對對對 就是讓那個子孫 還有後路可以走 對有後路可以走 所以他整個已經空到 他有留了小手掌了吧 三條電線路 而且我覺得大家會迷失喔 像我之前去看人家家裡的時候 他們會認為說 好像祖先的後面啊 是以這個這個盾啊 啊不是嗎 很多人常常是靠這個盾的 他會覺得說 老師我並沒有完全貼這個面板 其實呢 其實是要以這個為主 如果你貼到這個的話 就表示你沒有留空 對你要以兩個手指頭為界線的寬度 再擺這個神主牌 那我可以放開一點嗎 還是只能兩隻 因為我想要我的子孫路很寬廣 因為是要謝老師的兩個手指頭就比較寬 超寬 對就是以自己的手指頭為主 主人家的手指頭 你不可以拿謝老師的去比 這幾個 因為謝老師的比較服氣啊 所以他手指頭會比較那個 你看他事業主要比較大 他家裡這麼多人 我要拿誰的 就是家裡的 例如說爸爸長輩 主人或是做事業的那個人為主 那他現在如果放這麼寬 對家裡有什麼影響嗎 其實寬度太寬的話呢 比如說你留了很多空 表示你的子孫呢 很容易去海外發展 他的戲碼運混很多很好 但是變成說家裡就不懂感覺 人都常會在 你剛剛說哥哥在上海嘛 對 然後我弟弟就偶爾去德國 或是美國出差這樣子 我們有時候去就兩三個月 我半天才回來這樣 真的喔 這還蠻久的耶 出差感覺好像一兩個禮拜 就是兩三個月 然後我的話是常常就是 像剛剛講的 我就很少會在家裡 你也是教書的 他要必須把往後移到兩個周固 對 然後呢還有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移動神桌上面的位置的話 你要任何的移動 其實你都要先請示神佛或祖先 好 你要寡規 如果他們同意說可以 其實有時候神佛他自己不介意 有時候我們講的理論啊 那是一個通則 可是有時候如果說神佛不介意說 我面對什麼樣的障礙物啊 或是我左邊右邊不太好啊 其實你請示他 他如果沒有問題 其實就沒有問題 因為他自己會決定 好可愛 可是我看到他這個 那個神桌後面 是不是好像有隔間啊 對有一個隔間 天啊 到底是哪個倒霉鬼 住在神桌後面啊 使女保獸病痛折磨 梳妝台下記毫不留情 所以剛才呢 他老說 生病的問題也會很大 真的 而且他實際 看我們健康狀況還好 而且他一定是 糖尿病 比較大一道素 很小的時候 看他可能就是 有那個症在 那裡的肚子 就覺得 因為那些天氣糖尿病 就很辛苦